再來就是我們聽一個問問阿包老師 有關這個甘結尾的作文 榮林菌到底多久使用一次 這個老師你就簡單說明一下 我們現在的營養是在開村的時候 那邊還有最好的 這個開村的效果 這個最好的事應該就是在那個時候 那時候無論如何 他剛開始在營養 剛開始 經過的行動開始 我個人是因為這個很重要 這個你可以在那個時候 拿來營榮林菌的效果都很好 不然就是營養 這個要開營 這兩邊請請做營養 所以我們通常就是營養一邊 再來就是這個大分水 營養一邊 這個營養一邊 這也是一個 很好的一個時間點 有的人比較辛苦 在這個營養一邊 他算營養一邊 在營養一邊 我們會照一層水 那時候不能太乾 所以如果剛好他還會 營養一邊 他就再補榮林菌 大分水營養一邊 一邊 中高級又一邊 四邊 所以看他的一個行動的一個時間 那是長比較久 差不多在這個 九月那 九月十月那時候 算火水機 在賣養一邊 你可以再補一次 再來過 一般來說 就比較沒有必要性 因為差不多到九月過了的時候 一斤年的金 就不會再開心了 所以那時候你還幫他 管榮林菌 幫助人的吸收 但是那時候他對人的需求量也比較少 但是很多好朋友跟補阿說 哎呀 那也不必要這樣算 太到頭腦 留好就要再用一用 留好就要再用一用 比這補胃口更好 我都不知道要怎麼擔心 我就不知道要怎麼擔心 我是說我們如果是要按 很重要的一個這個 這個 這個 所在 可能 這個 可以讓好朋友 先來給他這個了解 所以 最主要是這個原因 最主要是這個原因 我們是可以把他安排好使 所以這個 應該還蠻節省的 所以最主要是這樣 讓朋友先了解 好 輕鬆 跟羅斯